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这个视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统计里面的一个数据显示图 这个图叫箱形图 那么在英语里面叫box plot 那么这个箱形图呢是非常简单 它就是用一个箱子的形状 然后再加上两根金须组成这样一个图 那么这个箱子部分呢 显示这个数据集的重位数这根线 然后呢这根线箱子的下部边缘 这个是低指区域啊 这个是高指区域 那么这根线我们就是叫低四分位数 就低四分位数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数据集中间 四分之一的数值低于或等于这根线 也就是说这根线的左边部分包含了 整个数据集里面的25%的数据 那么这个中位数呢 那么这个中位数呢非常好理解 因为这个就是一半一半嘛 这根线的左边的数值部分包含了50%的数据 那么右边高数值的部分也涵盖了50%的数据 那么这一根线叫第三四分位数 我们叫Q3啊 那这根叫Q1 那么这个Q3呢 这根线的右边涵盖了也是同样25%的数据 那么这两根线之间中位数和第一四分位数之间 以及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之间都包含了25%的数据 那么这两根金虚的是怎么显示出来的呢 这个金虚的这个长度啊 这个长度大概是1.5倍的第一到第三四分位数之间的数值范围 那么这个图显示的有点有趣了 那实际上这个长度是大于这个1点Q1和Q3之间的1.5倍了 那么同样是这根线也差不多 这个长度 那么在这个两个边界之外的点 就被称为异常值 异常值 所以这个这里就显示这个异常值 那就下去我们看一个例子是标准正台分布 那标准正台分布是一个对称的分布了 也就是说它的最小点以及最大点到这个第一四分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的距离 双方是相同的 然后呢 这个箱子部分呢 这个中位数到两个边的距离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25%的数据 这也是25%的数据 然后这个到外面这个到外面这个之间也生25%数据 同样这根线上也涵盖了25%的数据 那么这几个点就被称为outlier 就异常值 那如果不是一个两边平衡的这样一个对称的这样一个图形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两个例子 这个叫正倾斜 叫positive skill 那这个曲线是连续分布函数的一个密度函数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数值上去有大致一个概率显示多少 概率密度显示多少 那么从这个概率密度 这个曲线下面的面积应该是1 因为这个是一个积分的概念 就是密度函数在这个横轴上的这样一个积分 就是这个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 然后这个面积是1 因为概率 总概率是1 所有的数值在总的可能发生的事件里面加起来是1 所以这个下面的面积是1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是不平衡的 这两边不对称的 这个比较平缓 那这个比较陡峭 那么像这样一个曲线呢 我们就要正倾斜 因为它在中直线右边的这个曲线啊 下降比较平缓 但是它下降的比较远 所以它这个显示的 显示的数值啊 是比较大 大于 大于这个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个就叫正倾斜 我们叫positive scale 那么相反的例子就是负倾斜了 它就是在高数值的地方 它这个曲线呢 下降的比较陡 但是结束的比较早 相反在低数值区域呢 它这个曲线啊 下降的比较平缓 但是下降的比较远 当然这个最远的话 也不会再负的 因为这个数值的话 密度函数这个分布 都是在正的区间的 所以从相形图上来显示的话 负倾斜正倾斜 也是非常好理解 这就是负倾斜 因为它的这个金须啊 在低数值的地方的金须 大于长于在高数值地方的金须 而且它这个中位数 在相形里面 相值部分里面 它的中位数到 低四分位数之间的距离 大于中位数到第三四分位数之间的距离 因为同样这部分面积和这部分面积 都包含了25%的数值 25%的数据 所以这个之间 它因为距离大 所以这个曲线就密度 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那么这个地方也包含了25%的数据 相反这个距离比较近 这两个数字比较近 所以这个密度就非常大 从前面一个图我们可以 可以看出 它这里的密度相对来说就比较大 这个是负倾斜 然后呢 在这里的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小 比较低 因为这个高啊 高度就代表了密度 对吧 所以这个你看好多都是比较低 那这个低的部分质点 然后马上就上去了 都是高密度 那么这个相形图的例子 就能显示出它是正倾斜的 因为在高数值的地方 它的这个尾巴 这个金须 要长于这个低数值地方的金须 然后中位数到 第三四分位数之间的距离 大于中位数到第一四分位数之间的距离 所以虽然双方都涵盖了25%的数据 但这个地方的密度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那这个地方的密度就比较高 同样这里的密度也比较低 非常低 这里的密度就比较高 那我们如果看前面的图 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正倾斜的 那如果我们这里是中位数滑一下的话 中位数如果在这里滑一下 这个应该是中位数 然后它这里的相对来说这个密度啊 这个数据都比较高 那这里呢 密度都比较低 相对来说 好多区间 从这里到这里之间的密度都 低于 最高值的一半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箱形图 是一个非常简单 基本的数据显示图 它是通过一个箱子 和两根金须 来显示 大致的数据 分配的在哪个区间里面 那么这个区间 四分之一的 数值 数据在里面 如果我们有100个数据 数据集啊 那里面这里就包含了25个数据 那这个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之间 也包含了25个数据 那如果在坐标上 我马上就能读出来 这个中位数是多少 这个第三四分位数是多少 然后这个第一四分位数是多少 那第一四分位数和中位数之间 包含了25个数据 同样这个金须的范围之间 也包含了25个数据 大致就这样一个意思 感谢观看视频